为啥分手啊 因为异地吧 确实是因为异地嘛 我觉得你要谈过恋爱 不至于这么不会 他都不是不会说话的问题 说起他这个前女友 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是两年多 我个子比较高嘛 然后他前女友属于那种 比较娇小软萌的那一种 然后他这个前女友 让我感觉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生活中 跟我比较 我们去个商场做个扶梯 回头看看我说 哎呀 好久没有女朋友 这么娇小软萌的感觉了 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你意思是在怀念 那个娇小软萌的前女友吗 我没说是前女友 你那性格一直就是 比较汉子那种的 然后我就心里那种 忽然间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蕾蕾忽然就觉得 就是比较小女人那种 心里特别暖那种的 但是他就觉得我是想前人 他是真的是经常提到 我这是毕业实习一年了 我刚实习工作那会儿 工作挺不顺利的 我就回家跟他说 我这里边有好多事 我就不会解决 我该怎么办呀 他就顺势跟我提到 他这个前女友说 你别看我这个前对象 长得比较娇小啊 人家 可是人家内心挺成熟的 人家处理你这些事的时候 人家就会怎么样的去做 你应该像他这样 怎么怎么着的 他完全没有想到 在当着我的面 提这个前女友 我心里是什么感受 你不会喜欢被比较 我就喜欢吗 因为我前对象吧 她是在另一个城市 都是执行 她在从事这个行业吧 时间比较长 然后她是刚入门 所以说很多地方 我是对事不对人 反正就觉得 跟她说说吧 也没说得不好 让她一直不满意 我也觉得真愁 你们俩这个恋爱谈着 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人 这个讲自己的这个恋爱 讲得如此之法味 你知道吗 姑娘你为什么还一直 跟他在一起 就是这个男生 哪里吸引你 我们也是好多次 一起合作过活动 因为这些做活动 所以两个人一有感情 觉得还挺聊得来 那是工作伙伴 后来在一起 这一年以来 我就觉得 这是一件件的小事 不值得你就是去说 我就因此不跟你在一起了 可是我越来越觉得 后边无法担忍受了 让我觉得 无法忍受就走呗 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是我想的 等于人家要跟你分手 你死皮赖脸 马上拉过来了 是这意思吗 不是死皮赖脸 我是真想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啥问题 就是说到底是之间存在什么问题 好吧 那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想让我们大家帮帮你 对不对 是 啊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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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